不過卻出現了一個小插曲 那就是這位畫面中 他是一位三立新聞台的主播馬玉文 他到現場採訪的時候 他就委屈地表示說 黃國昌他在台上點名他們是綠媒 而且他被周圍的民眾給謾罵 甚至當場搶走了麥克風 讓他不禁感嘆說 現在是誰在践踏新聞自由 主播馬玉文昨天晚間在臉書寫到 今天遊行快到尾聲 黃國昌在台上點名綠媒 直指綠媒践踏新聞自由 應該被唾棄 此時底下群起鼓噪 那時的我站在椅子上 正等待下午五點的連線 總之那時候就有民眾試圖擾亂 還搶下麥克風 好在有其他的民眾制止 這讓馬玉文不禁質疑 現在是誰在践踏新聞自由 不就是黃國昌本人嗎 這一把道德標準的尺 向來是黃國昌過去打臂時 累積的基本準則 但是這一把尺 難不成只能放在別人身上 實在有失公允 而柯文哲他在致詞時 談到居住正義主動點名了 內政部次長花進群 並且隔空拋出了兩個問題 他說蔡英文在總統任內 中央社宅是開工幾戶 完工了幾戶呢 另外他也同時拋出了居住正義的三點 那就是大力蓋 大力改以及大力補貼 每次民進黨在公布中央蓋的社會住宅 其實也不用講那麼多 我只要花進群很誠實地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題在小英陣內你們到底開工幾戶 第二題到底完工幾戶 其他的我都不想聽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社會住宅 坐在中央的社會住宅一直成績很不理想 我剛才講過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我們有沒有要怪他什麼 你只要很誠實地講 看看哪個地方做不好再改進就好了 你不要老是拿那個什麼叫規劃中來騙大家 對於居住正義 我倒覺得有三點 第一點要大力蓋 然後大力蓋 然後大力的補貼 什麼意思你知道 剛才我講過 我是實際很認真蓋過社會住宅 我也知道那個不容易 但是 我們不可能一天改變這個國家 但是更不能期待說 你什麼事都不做這個國家會改變 七六大遊行活動 包括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以及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都有參加 而對此民進黨主席 泰清德在全代會致辭時也提到 不以人費言聽到建設性的批評 就必須採納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一一和黨籍候選人機長 營造大團結的勝選氣勢 民進黨16日在遠山飯店舉行全代會 和再也勢力在坎達格蘭大道的大遊行 隔空尬場 今天在凱道上 有一個機會 這是民主的常態 我們必須傾聽他們的聲音 不以人費言 也不因為他們人數的多寡 我們聽到了建設性的批評 我們必須採納 但賴清德也向黨員強調 如果批評和事實有落差 必須要說明清楚 如果我們聽到的批評跟事實有落差 那我們也必須要清楚說明 好好溝通 交給國家主人來做決定 賴清德也反擊 凱道遊行訴求的公平正義 表示他已經和執政團隊提出 縮小公私立大專學雜費差距 以及挺青年居住三策等政策 並澄清沒有為了選舉而迴避 姓平和黑金的問題 我們也沒有因為選舉而積極會議 而迴避任何的議題 反而果決改革 不管是學倫的問題 黑金的問題 或者是姓平的問題 我們一定要莫忘名譽絕對高於黨議 鴻海集團創辦人 昨天有出席凱道的遊行活動 而被問起是否會獨立參選 郭台銘則是笑額不達 我38歲之前都是無可挖牛 OK 所以我想我是被你們認定了 可以參加的 所以我一定帶著跟大家一起 走上街頭 改變這個居住正義的不公不義 讓每個年輕人都能夠付得起 買得起 住得起 你們的房子 讓你們感溫 感生 感養 擁有家庭 感擁有家庭 好不好 好 蔡英文政府在2016年的時候的承諾 20萬戶 是不是挑票了 挑票了 我們要不要發出怒吼 要 那發出怒吼怎麼辦 如果民進黨政府在後面的 住在總統府裡面的 蔡英文總統聽不到 戴慶德副總統聽不到 我們要不要用我們的選票 把他們換掉 要 2024總統大選大家關注到藍白是否能整合成功 而對此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 吳子佳就透露自己有聽到好消息 11月20號只會推出一組候選人 民眾黨前立委蔡碧如日前表示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曾與民眾黨主席柯文哲兩人有接觸過 像打打電話說是不是約個時間出來喝咖啡 但打這通電話的人到底是誰 有沒有代表性 因為現在是各地方的人在焦慮 他也不在民眾黨核心內 是否是國民黨中央的人打電話不清楚 只知道有曾經想要大家坐下來談 吳子佳在董事長開講表示 根據他最近了解 他們確實連上線有溝通 而朱立倫私下有跟關鍵同僚講 時間還早 11月20號之前 再來搞藍白河還來得及 吳子佳說 柯文哲跟朱立倫可能會合作 我聽到的好消息是11月20號 只會有一組人會出來選 不會有兩組 黃國昌近期深陷土地以及房產爭議 那麼他16日現身遊行活動的現場 被記者問到相關的爭議 黃國昌表示已經正式發函給陳租人 以及新北市府 如果陳租人沒有改善的話 那就終止租約把土地收回來 根據法律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而館長受訪的時候呢 也替黃國昌報區 說他現在也不是個立委 也沒有在當官 黃國昌也沒有逃避 所以真的不用這樣 三十幾年來 我們從來沒有收到政府的任何通知 甚至到上禮拜五 我也是經由媒體知道這件事情 我願意相信台灣公務員的依法行政 給我通知依照法律該怎麼做 我們就怎麼做 我說過我是現在房屋的所有權人 我不會迴避 市長會不會覺得國昌老師這個案件 政府有在介入要打這個動作 這個很明顯啊 這不明顯嗎 對啊 那你那個山立民視自由記者也在現場 我講白的就是 唉我們都看得懂啦 反正沒關係嘛 反正我們今天辦這個遊行 就是會這樣子嘛 我們就要習慣他對不對 你說這種寄存偽見的東西 哇這個拖出來 整個新北市整個台灣拖出來 我們算一下 到底有多少件 寄存偽見嘛 上來幾年了嘛 對不對 我們大概算一下 這個東西怎麼處理 這是共業嘛 網紅四沙貓劉宇也現身活動的現場 而他今天一早就在臉書發文表示 在所有參加716活動的直播組中 他的流量只輸給了館長 甚至是超越了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而且還收到了8萬多元的斗內金 四沙貓在臉書發文表示 經營直播四個月 終於在716遊行中達到最高同時觀看人數 9200人的紀錄 而且他的直播觀看數有15萬 僅次於主辦方之一的館長 甚至超越柯文哲排名第二名 我的流量只輸給主辦方館長 小女子沒辦法以聲相許 只能感謝大家的支持 而在公開截圖中 只見館長的直播觀看人數達到35.2萬 收到了20萬9268元的斗內 四沙貓的觀看人數有15萬 收到的斗內金額為81645元 柯文哲的觀看數則有13.3萬 比特王的觀看數則為8.3萬 收到的斗內金額為181元